你好 我現在要介紹三國治十四威力加強版 最實用最好用的武將 因為三國治十四比較講究團隊作戰 所以聯西書就變得很重要 還有個性的加成也很重要 還有武將的統帥關係著部隊的攻防 所以統帥也很重要 有玩過三國治十四的應該都知道 最好用的個性有 神機、神將、奸雄、飛將 當然每一個玩家都有不一樣的看法 對我的評論你可以當作參考就好了 我會以聯西書、個性、統帥、陣型還有戰法 來當作評論的指標 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 歡迎留言討論喔 在開始之前 請別忘了分享和訂閱 還有按讚一下喔 第一個我覺得最好用最實用的就是關羽 除了統帥武力高之外 還有神將 提升範圍內我方部隊的工軍跟防禦力 神將的加成比尖雄還要多 神將是加30%工軍跟防禦力 關羽的統帥跟武力本來就很高 也不怕單挑啦 單挑要勝過他的可能只有呂布而已喔 陣型也不錯 戰法雖然不是很好用 但是也不會太差 還有他的聯西數也非常多喔 除了劉關張、關家軍、還有張了徐煌 還有一些禁養他的武將 我說禁養他的武將 就像那個廖化 他關羽的親愛武將裡面沒有廖化 但是廖化的親愛武將有關羽 這樣也有聯西加成喔 因為聯西數還有個性、武力跟統帥 所以我把關羽排在第一 第二個我覺得是曹操 雖然尖雄的加成比神將還要低 但是曹操的戰法 衛武之強 可以說是三國治十四最強的戰法 提升我方的全能力 並且同時降低敵方全能力 還有五個陣型 統帥也是非常的高啦 前面我已經講過了 在三國治十四裡面 比較講究團隊合作 所以聯西數就變得很重要 曹操也有很強的聯西團隊 第三個 我認為是陸訓 陸訓的神機 大家應該都知道很好用 可以降低範圍內 敵方部隊的工軍和防禦力 降低三十趴 統帥也很高 還有五個陣型 他的戰法即焰 會放火 有時候也會燒到自己人 我之所以把陸訓排在關羽曹操後面 就是因為他的聯西數太少了 而且陸訓還很怕被單挑 關羽的話不怕單挑 曹操有聯西 許楚可以護衛 雖然陸訓的陣影也有周太 但是他跟周太沒有聯西 也是因為神機太好用了 所以把他排在第三位 第四個最好用最實用的武將 我認為是司馬懿 一定有一些朋友會奇怪 為什麼我把司馬懿排在第四位 司馬懿除了有自己的聯西團隊之外 還有疾走、泰染、冰涼被截斷時 製部隊不會狀態異常 還有五個陣型 主要就是追行陣 配合疾走跟泰染 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去站點 或者去斷糧 因為泰染不會狀態異常 所以他也不怕被斷糧 泰染的作用就是被斷糧的時候 不會止步 司馬懿的戰法 神機妙算 也是很好用的戰法 他還有全三國制十四 最高的統帥 九十九 第五個 好用的武將 我認為是諸葛亮 因為諸葛亮一出來的時候 就有一百智力 在三國制十四裡面 當軍師一百智力很重要 還有好用的戰法 握龍 狀態異常型戰法必定成功 並延長期限 狀態異常無效 這個狀態異常無效 指的就是 如果他被斷糧的時候 不會止步也不會混亂 所以他也不怕被斷糧 可惜的就是 諸葛亮並沒有移動力比較快的陣型 像是風死陣追行陣啊 所以我把它排在第五位 戰法神算鬼謀也是非常好用的戰法 配合臥龍 全狀態異常必定成功 諸葛亮還有王佐的個性 待在都市時 都市所有地區的開發素質上升 這個個性初期的時候 待在城市很好用 還有諸葛亮的聯繫數也不少 除了這些 還有一些緊揚諸葛亮的武將 像是蔣碗廢衣啊 因為陣型的關係 所以我把它排在司馬懿後面 如果不談軍事 只談政治的話 諸葛亮肯定排在司馬懿前面 第六個 我覺得好用的武將是張角 雖然張角的聯繫武將 只有張寶跟張良 但是他的個性黃天 可以恢復範圍內我方部隊的傷兵 換術可以降低範圍內敵方部隊的士氣 在講究團隊作戰的三國制十四裡面 這兩個是很好用的個性 還有太平要術也是非常好用的戰法 全狀態異常 恢復傷兵 還有醫術也是很好用的個性 待在城市的時候 受傷的士兵和受傷的武將 恢復量上升 第七個 我覺得是孫姦 之前有朋友問我說 派部隊去站點 如何防止被斷糧 我覺得個性裡面要有 薄龍、洞察、泰然 還有果桿 因為被斷糧的時候 最怕的不是吊屍器 而是止步 假設你要去佔領那個點 可以包圍佔領 如果你不要被止步的話 就可以安全的到達那個點 這樣敵方部隊可能就被你斷糧了 假設你是要去斷糧的 結果不小心反被斷糧了 如果你還能夠移動的話 也可以回城或者逃跑啊 孫姦有追行證又有果桿 也可以快速站點或者斷糧 只差沒有幾軸而已 孫姦還有肖將 離身範圍內我方部隊的公軍 威風 降低敵方部隊的士氣 孫姦的統帥其實是九四 因為加上孫子兵法書 才會有一百零四 他也有自己的聯繫團隊 王蓋、陳普、涵當主帽 加上他兩個兒子 孫策跟孫全 因此我把他排在第七位 第八我認為是周瑜 周瑜的聯繫數也不少啊 周瑜的火神、火技必定成功 還有咒月 可以回復範圍內我方部隊的士氣 陣型也不錯 還有高統帥跟智力 主要是他的戰法神火技 雖然很強 但是有時候會燒到自己人 所以我把他排在第八位 第九個好用的武將 我覺得是趙雲 因為他的洞察 不會發生狀態異常 也就是說不會被混亂 也不怕被斷糧 還有附衛的個性 可以代替單挑 並且周圍的武將不會負傷 在三國制裡面 單挑要勝過趙雲的也沒有幾個 還有不錯的陣型 我相信趙雲是很多人的傑義對象 因為他沒有傑義兄弟啊 另外趙雲也有不少親愛武將 還有一些仰慕趙雲的武將 比如說江威馬雲露觀雲品 這些跟趙雲都有聯繫 第十個我覺得江威也不錯 妙算的個性可以降低敵方的防禦力 江威也有一些聯繫的武將 像趙雲諸葛亮 江威出場的時候 那一些頂級的武將都死得差不多了 所以也會覺得他好用 像這一些我覺得都不錯 呂蒙還有鄧愛 這一些我都覺得很好用 這個鄧愛它就是聯繫數太少了 不然它可以排在前十名 有幾軸又有五個陣型 在三國制十四裡面 有五個陣型的沒有幾個呢 好像只有五個而已 呂蒙的聯繫數也不少喔 我上面提到的武將都很好用 一定有一些朋友會奇怪 為什麼我沒有說到呂布 我也覺得飛將很好用 又能夠配合它的陣型 追行陣封死陣 問題就是它有莽撞個性 在頂級模式下不好控制 綜合所有的優點缺點 我覺得呂布它更適合單體作戰 我說的單體作戰就是單槍匹馬 雖然呂布跟張了高順有聯繫 但是他的個性不能幫團隊加成啊 如果是說單體作戰的話 呂布就會排在第一名啊 單槍匹馬作戰的話 馬超就會在第二名 個性神威又有幾軸 還有不錯的陣型 單槍匹馬作戰 張了會排在第三 因為他的個性有長驅還有果桿 果桿就是不會止步 長驅就是不易掉士氣 比較不怕被斷糧 趙雲也適合單槍匹馬作戰 他有洞察但是沒有追行症 好了以上是我的評論還有看法 如果你有什麼想法的話 歡迎留言討論 如果你喜歡我介紹的三國志十四威力加強版 請別忘了分享和訂閱 還有按讚一下哦 請坐在這兒 按讚一下 按讚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